溜进起落驾舱宇淘机票 男子机场被逮 印尼一名男子 因为付不起回到老家的机票前 居然躲在飞机的起落驾舱里 结果在马来西亚槟城机场 被当场逮到 这名39岁的男子 非常想要回到位于棉兰的老家 但这两个月来 他工作的地方 一家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家庭加工厂 都一直在拖欠薪水 那么根据印尼媒体希望之光的报道 男子是穿过机场附近的牧原围离 偷偷溜进槟城国际机场 接着在当地时间午夜12点左右 男子躲进了一架编号N36UPS 波音76G货机的起落驾舱内 然后就在5月13号星期一的早上试点 一名飞机技师 正在做每日例行的维护工作 突然看见有人从起落驾舱滑出来 飞机技师立马通报机场警卫 于是该男子被逮送交警方 目前这起事件仍在调查中 男子因为入侵受保护区域 而触犯印尼法规 不过在印尼也有类似的事情 以前也曾发生过 2015年4月7号 Mario Ambarida 在苏加诺哈达机场被拘押 是因为他藏身在降落于 印尼北干巴鲁的 加鲁达印尼航空公司的 GA177班机之中 根据印尼新闻网站点滴网当时的报道 Mario从飞机出来后 狼窗地走在机场中 手指发轻 左耳流血 立刻就引起警卫的注意 当年Mario还真成功地 溜进起落驾舱飞上天 直到降落后才被逮捕 这次这名男子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Mario Ambarida